看懂每一部好电影,还原最真实的剧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丹布朗小说改编的最后一部电影《弹钉密码》 人类花了十万年的时间,才将人口总数增长到十亿 但仅仅一百年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二十亿 截至今日,世界总人口已经超过了八十亿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整个人类将会面临巨大的灾难 而改变这一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疼痛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开关,按下去就可以清除百分之五十的人口 但如果不按,全人类将会在一百年内灭绝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发表这一言论的史著名生物学家佐布里 他认为人类是祸根,地狱才是解药 不过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 世界卫生组织找上了他,让他将那个开关交出来 佐布里早就想到了自己的下场 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从高塔上跳了下来 画面一转,主人公蓝灯从一家医院中醒来 眼前站着一名医护人员,他声称是蓝灯的主治医生 蓝灯的头部受了外伤,可能会出现失忆的症状 但只是短暂的,几天之后就能恢复 蓝灯望向窗外,并让医生把灯关掉 在大街上灯光的照耀之下,蓝灯发现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围奇奥宫 这里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他记得自己晕倒前是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 怎么醒来之后就到佛罗伦萨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女警察也来到了医院 医生得到前台的通知后,让助手去迎接一下 没想到女警察居然持枪打死了助手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医生立刻锁上了房门 然后带着蓝灯乘坐出租车逃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蓝灯从医生的家中醒来 医生名叫西恩娜 刚刚发生的一幕简直把她吓坏了 她拿起手机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但是蓝灯却阻止了她 刚刚持枪杀人的就是警察 警方现在已经不可信了 西恩娜走进卧室想要给蓝灯找身衣服 趁着这个空档,蓝灯打开电脑 登录了自己的邮箱 里边有一封一格发来的未读邮件 偷的东西已经藏好了 就在天堂25 换好衣服之后 蓝灯在自己的旧衣服里发现了一个 带有生化标志的金属棒 西恩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东西 这是生化储存罐 是用来运输危险物品的 储存罐是用指纹识别的 只有指定的人才能打开它 蓝灯将手指放在指纹识别器上 居然真的可以识别成功 里边弹出来一个滚筒印章 上面雕刻着三个食人膜 这代表着死亡 蓝灯轻轻摇晃了一下 发现印章上照射出了一道投影 他们关闭灯光 将印章投射到墙上 这是意大利作家波提切利的作品 《弹钉地狱图》 蓝灯有些搞不清状况 便打电话联系了大使馆 大使馆上来就评问他 东西是否还在手上 蓝灯回答是的 正当大使馆寻门蓝灯位置的时候 西恩娜急忙挂断了电话 大使馆是怎么知道蓝灯手里有东西的 为了弄清对方的身份 西恩娜让蓝灯将对面的地址告诉他们 这样他们就能得知对方的身份了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蓝灯发现地狱图上的人物 被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 很多人身上都被雕刻上了字母 看样子像是一个乱续字迷 画作的边缘还写着一个名字 左部里 就是影片开头发表反人类宣言的人 蓝灯从网上查询了一下他的资料 左部里是美国的亿万富翁 但两年前却突然失踪了 某些部门担心 他已经研制出了一篇 类似于瘟疫的病原体 不过跟弹钉的地狱图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这个时候 曾在医院追杀过他们的女警察 出现在了对面楼下 同时赶过来的 还有一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人 看来大使馆也并不能完全信任 逃跑的路上 蓝灯一直在试图破解乱血字迷 这是他之前非常擅长的 可能是因为头部受伤的原因 无论怎么拼都拼不出有用的信息 这时候 西恩娜突然说出两个词 寻找发现 根据西恩娜的提示 蓝灯想到了一个地方 围棋奥宫 现在他终于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弗洛伦萨了 抓捕失败的女警察 向一个神秘组织汇报了情况 这个组织名叫财团 是一个专门为客户提供隐私保护的机构 左部里就是他们的客户之一 现在蓝灯已经发现了左部里的动机 财团首领西姆斯通知女警察 务必要杀掉蓝灯 在维棋奥宫的500人大厅 有一幅著名的壁画 马西阿诺之战 壁画上有一条学术界有名的未解之谜 上面写的就是寻找发现 左部里已经死了 如果他的瘟疫是真的 那么他一定会将线索 留给跟他有相同信念的人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维棋奥宫 但是正门已经被大量的搜捕人员包围了 身后还有步步紧逼的女警察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从围墙跳了进去 蓝灯是一名著名的学者 任何宫殿教堂的布局 他全部了如指掌 两人穿过一道小门 顺利来到了500人大厅 墙上那幅最大的壁画 就是马西阿诺之战 在壁画的角落里 有个绿色的旗子 上面写着的就是寻找 发现 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就在蓝灯陷入思考的时候 身后有个女人叫出了蓝灯的名字 他不明白蓝灯 为什么昨晚刚离开就又回来了 蓝灯显然不记得曾经来过这里 更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不过为了掩盖失忆 他还是装出一副很熟的样子 蓝灯从侧面询问女子 是否还记得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女子笑了笑 他当然记得 蓝灯对那个面具 简直喜欢的不得了 刚好女子顺路去那个展厅 就把蓝灯和西恩娜一起带了过去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展台上空空如也 面具已经不叶而飞了 女人急忙拉响了警报 警察赶到之后 开始翻阅起了监控录像 昨天晚上 蓝灯和伊格来到了展厅 刚开始他们还非常规矩地参观 但当观众们都离开之后 两人居然走上展台 将面具偷走了 众人一脸疑惑地看向蓝灯 但蓝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此时 外边传来了一阵警报声 世界卫生组织的几个特工找到了这里 蓝灯知道 这群人是来抓自己的 趁着混乱 他和西恩娜逃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的所有出口全都有人把守 他们必须另找出路才行 伊格给蓝灯发送的邮件中提到 偷来的东西被藏在了天堂25 蓝灯分析 这暗指的应该是《弹钉神曲》中 天堂的第25篇 而偷来的东西就是弹钉面具 维奇奥宫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 里边的密道不计其数 蓝灯带着西恩娜来到一幅亚美尼亚地图前 从表面上来看 这只是一幅画作 实际上这却是一道暗门 两人一边逃跑 一边查询天堂第25篇的内容 里边有一句弹钉的字白 那时我将作为一名诗人回去 在我洗礼盆边戴上桂冠 淡钉寿礼的教堂是圣母百花大教堂 也是伊格工作的地方 他一定将淡钉面具 藏在淡钉的洗礼盆中了 两人穿过一道的暗门 来到了500人大厅的顶端 只要穿过这里 就能顺着另一侧的楼梯逃到大街上 但说起来容易 对于有恐高症的西恩娜 却是难上加难 还没走到一半 他就从横梁上摔了下去 巧的是 女警察刚好坐不到500人大厅 当他听到屋顶的动静之后 立刻就意识到了目标的位置 蓝灯指挥着西恩娜 从另一个梯子处爬上来 但话音刚落 女警察就找到了这里 他接到的命令是杀掉蓝灯 不过他却没有意识到 横梁下的西恩娜 西恩娜打中女警察的腿部 让她从横梁上掉了下去 与西恩娜不同的是 女警察直接跌到500人大厅 当场身亡了 两人来不及惊讶 迅速从对面的通道离开了 而这一切都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特工看到了 他跑到大街上 开始一路跟踪二人 另一边 财团提前观看了 左部里留给他们的视频 这一条视频 本应该在明天发布给全世界的 所以 当人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病毒已经开始扩散了 只需要六天 这种病毒 就可以传染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但丁的地狱不再是虚构 人们会亲眼看见世界的人口减少一半 西姆斯此时才明白 他们多年来服务的客户 居然是一个制造大屠杀的疯子 距离病毒释放还有不到12小时的时间 他们必须尽力挽回一些事情 此时 蓝灯二人也赶到了圣母百花大教堂 并在洗礼盆中找到了但丁的面具 面具的背面雕刻着几句话 寻找狡诈的维尼斯总督 他曾搁下码头 在圣治的镀金博物馆前跪下 倾听涓流的细想 进入那水下宫殿 明府的怪兽在那等待 但丁的不治之症 就是在维尼斯感染的 而明府的怪兽 很可能指的就是病毒 就在这个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的特工冲了进来 特工表示 地狱图就是他请蓝灯帮忙破译的 蓝灯此时的记忆有些琐碎 他隐约记得确实有人去哈佛大学找过他 所以就对特工放松了戒备 特工告诉他 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找蓝灯 他是蓝灯的老情人 伊丽莎白 他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人 但特工怀疑伊丽莎白 跟外国政府有合作 他想找到病毒卖给外国人 为了安全起见 他必须尽快拿到病毒 三人一起踏上了 去往维尼斯的列车 不久之前 特工追踪到了左部里 他们从左部里的口袋里 发现了那张地狱图 这是他专门为信徒们设计的谜题 一旦自己被追杀 信徒们仍然可以找到病毒的位置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一辆火车呼啸而过 两列火车产生的共鸣声 唤起了蓝灯的部分记忆 原来当天去找自己的并不是特工 而是伊丽莎白 地狱图也是伊丽莎白教给自己的 特工所说的一切都是在撒谎 趁着特工去倒水的空档 蓝灯偷偷埋伏在了洗手间 然后趁特工过来敲门的时候 用灭火器打晕了他 火车到战之后 两人转乘快艇前往了维尼斯 另一边 西姆斯找上伊丽莎白 向他交代了一切 世界卫生组织曾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左部里研制病毒 而西姆斯的财团却在暗中保护他 双方可以说算是死对头了 不过现在 他们却要联手阻止病毒的泄露 维尼斯只有一座镀金的博物馆 所以蓝灯两人的目的地非常明确 面具上曾提到一句话 寻找狡诈的维尼斯总督 他曾搁下码头 于是两人就找到了一个导游 询问他博物馆里的码头是否被拆下来过 导游告诉他们 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总督丹多洛从军事坦丁堡袭接来了这些码 由于马的个头太大 所以码头全是被卸下来之后运走的 听到这些的蓝灯立刻就明白了 丹多洛总督确实统治过维尼斯 但他最终却葬在了军事坦丁堡 军事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而圣治的镀金博物馆 指的则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看来他们来错地方了 就在这个时候 特工也追到了这里 两人一路逃到了地下室的窗口 在路边行人的帮助之下 西恩娜顺利爬上了地面 但是他却把蓝灯锁在了里边 原来西恩娜是左部里的女友 他们一起计划了这场阴谋 地狱图就是左部里 留给西恩娜的解密之路 西恩娜一直留在蓝灯身边 就是利用她帮自己破解其中的秘密 现在终点发现了 西恩娜也是时候甩开她了 就在西恩娜离开的一瞬间 特工也追上来抓住了蓝灯 他把蓝灯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大楼里 并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其实特工才是想要贩卖病毒的人 就在他逼问病毒下落的时候 西姆斯突然出现 从背后偷袭了特工 原来当初就是西姆斯绑架了蓝灯 而他之所以会失忆 是因为西姆斯给他注射了一针本二蛋 女警察西恩娜全是他的人 他们故意在医院中制造了蓝灯被追杀的假象 这样蓝灯就会相信西恩娜 转而帮助财团 但让西姆斯失算的是 西恩娜居然中途改变计划 把蓝灯带走了 为了防止客户的信息被泄露 西姆斯才下令杀掉蓝灯 不过最后 西姆斯发现了左部里的真实目的 所以才找上世界卫生组织和蓝灯 希望能一起阻止这场灾难 两人正聊着 伊丽莎白就来接他们来 他们乘坐世界卫生组织的专机 一起前往了伊斯坦布尔 西恩娜在伊斯坦布尔大学 找到了一名老师 他也是左部里的信徒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当天凌晨释放病毒 圣索菲亚大教堂 已经被当地警方包围了 在教堂馆长的带领下 蓝灯来到了丹多洛总督墓前 面具上曾提到过 在圣治的杜金博物馆前跪下 倾听涓流的细响 进入那水下宫殿 蓝灯确实能在地面上听到水流声 而源头就在古代蓄水池 另一边 西恩娜也在大学老师的帮助下 发现了古代蓄水池的线索 他们准备了两枚炸弹 只要将炸弹扔进水池中 就可以镇破装有病毒的袋子 古代蓄水池的范围很大 而且里边有很多根立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掌握的线索 病毒就放在某一根立柱下面 大量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了起来 而西恩娜一行人也趁乱溜了进来 最先发现他们行踪的是西姆斯 他虽然成功解决了大学老师和另一名信徒 但最终也被西恩娜杀死了 另一边 伊丽莎白发现了病毒的位置 他叫来工作人员 让他们将病毒隔离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西恩娜按下了炸弹引爆器 但因为信号的问题 炸弹并没有被引爆 此时的西恩娜已经视死如归了 他跳进水池 手动引爆了炸弹 两枚炸弹形成连锁反应 掀起了巨大的气浪 不过工作人员已经将病毒锁进隔离箱了 左部里的阴谋最终还是没能得逞 影片的最后 蓝灯重新将弹钉的面具 归还到了维切耀宫 电影结束 弹钉密码是根据丹布朗的小说 《地狱》改变而成的 片中融合了解密符号学 悬疑凶杀推理 宗教历史 历史古迹探秘等多种元素 节奏上 电影改掉了达芬奇密码那种沉闷的风格 让剧情变得更加紧凑 也更能抓住观众们的眼球 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 淡丁密码无疑是成功的 但从小说的角度出发 却让众多丹布朗的粉丝有些失望 首先 以丹布朗传统的风格 无论是天使与魔鬼 还是达芬奇密码 都比较侧重于宗教解密 淡丁密码中 虽然也是以解密作为 破解真相的主要手段 但在篇幅 以及逻辑的推理上 明显刻画不够 影片避免了达芬奇密码中 因为过多还原小说 而造成的节奏崩坏 但也失去了 很多小说中应有的神秘色彩 当然 这本就是很难平衡的点 除此之外 影片中的很多情节 都被人吐槽成了逻辑不通 第一 左部里为什么不直接释放病毒 还要大费周章地 设计这么多谜题 第二 他为什么不直接将病毒的位置 告诉西恩娜 而是给他留下了一个线索 如果西恩娜无法破解怎么办 第三 病毒定时引爆 难道不是成功率更高一些吗 这些看似漏洞的剧情 其实在原著中都是成立的 只不过 电影为了化繁为解 减少了一些人物的刻画 左部里是一个被电影曲解了的角色 或者说 对他的人物刻画不够完全 左部里是一位天才生物学家 同时 也是一名超人类主义者 他认识到了世界人口的激增 将会导致人类灭亡 所以便开始思索起了解决的方法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他减少一半人口的主张 向极了极端主义者 但理性分析 他的这种认知 确实是非常现实的 他是第一个看到问题本质后 敢于大胆尝试 并行之有效的人 这让他变得自负起来 他不仅发表了反人类演讲 还将视频发给猜团 让他们公布给全世界 从他的人物性格来看 他是绝不会默默无闻地将病毒释放的 此外 希恩娜的人物形象被改动得更大 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儿童 甚至聪明到被同龄人孤立 在跟蓝灯一起破解谜团的时候 希恩娜的反应极快 比如 蓝灯很长时间都没解开的乱续字谜 希恩娜稍加思考就说出了谜底 在小说当中 希恩娜是反对左部里的做法的 他跟蓝灯一起寻找线索 其实是想独自销毁病毒 但想要营造出这样的人物性格 需要对他的人生经历做出大量的铺垫 对于一部快节奏的解密电影来说 这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电影直接将它刻画成了帮凶的角色 帮助左部里完成恐怖计划 似乎更符合电影的基调 从大众的接受程度来看 淡定密码的结局是完美的 阴谋被阻止 正义得以伸张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 这不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故事吗 灭霸想要毁灭一半的人口来维持生态 而英雄们则奋起抵抗 最终成功保卫了家园 但其实 小说中的结局是非常黑暗的 盛放病毒的袋子并非普通的袋子 而是水溶性的 所以当众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病毒已经泄露了 左部里视频里提到的时间 并不是病毒开始传播的时间 而是全球被感染的时间 只不过所谓的病毒 并不像电影中说的 可以直接消灭一半的人类 而是让30%的人类患上绝育 这是最温和 也是最一劳永逸的方法 甚至连伊丽莎白都放弃研究解药 当然 如果电影真这么拍 就有为正确原则了 整体来说 淡定密码算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只不过没有将小说的内涵表现完全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原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